大家好 我是阿民思 上一集我們介紹了韌體對於深蹲這個運動的影響 以及用什麼方式可以輔助防護 這一集我們來講另一個全民運動就是 棒式 大家練棒式主要是為了什麼 我想幾乎都是為了練出六塊肌八塊肌吧 但如果你的腹直肌腹痕筋 也是處於一個斷線或Lag的狀態 那你在做這個動作時 可能用到的也是以腰部的肌肉為主 所以做了老半天 腰痠背痛 結果腹肌還是一塊 那今天阿民思先來跟大家介紹 怎麼檢測你的腹直肌或腹痕肌有沒有連線 上一集我們提到韌體對於深蹲運動的影響 那關於韌體是什麼概念呢 大家可以看上一集 阿民思有一些簡說 那這一次我們來談韌體對於平板運動 也就是棒式的影響 我們請這帥哥做一個平板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腹肌 搓一下以後會發現 右側的腹肌就比較軟 比較沒有那麼的繃緊 就晃動他的身體 晃動 跟壓 你感覺如何 會不會比較不穩的感覺 會有點 好我們再請你養躺 那根據採訪一些物理治療師以及訓練師 他們認為這個動作最常不會用的肌肉 前兩名就是腹直肌跟腹痕肌 那我們來測試他的腹直肌跟腹痕肌是不是無力 首先請他小腿抬起來 抬平膝蓋彎 彎起來 髖關節90度 膝蓋90度 腳踝90度 這三個90度 好OK 這時候我們請一個同伴去壓住 去往下壓他的小腿 並且令他小腿往上踢 來小腿往上踢 踢 踢 好 這就是他的腹直肌無力 他身體被掀起來了 而且腳會被往下壓 接下來請他肚臍縮進去 肚臍縮進去 縮 好 再小腿踢 踢 OK 肚臍縮進去 還會被掀起來 或腳壓下去了 都代表著他的腹痕肌無力 所以他的腹直肌跟腹痕肌 目前的神經是沒連線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測試 怎麼可以讓他回復呢 我們先測第一個是頭嘛 好 頭 我們抱著頭 請他抱著頭 來小腿開起來 好來 來 用力小腿用力 好 你看 這樣按住頭的時候 他的腹直肌跟腹痕肌就有增強了 第一個就是抓到了 所以他是腦子的問題 沒有啦沒有啦 那通常是情緒壓力 或者是長期睡眠不足造成的 那這時候呢 通常要請他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啦 你睡眠要充足之外 我們也可以先請他拿一個束帶 或者是一些紫漢的頭帶 要有點緊緊的感覺 束住他的頭 束住頭之後 我們再來做一次 我們的腹直肌 與腹痕肌的測試 好 接下來就有力啦 力量就開始有增強了 我們再請他再做一次棒式 跟前面的棒式做比較 你的感覺怎麼樣 有沒有比較穩 這時候 我們觀察他的腹直肌 跟腹痕肌的 被啟動的狀況 兩側都比較平均了呢 用力敲敲看 很好很好 非常好 其實發現他的右側腹肌啊 現在是比較硬的 剛剛是左邊有用力 右邊比較沒用力 晃動他 現在去晃動 他的身體是明顯比較穩的 不會像剛剛一樣都晃到過去 壓一下 晃動 現在感覺有沒有比剛剛穩 好 有比較有剛剛穩 這就是我們去設計他的腎臣核心 頭皮的部分 假設您的核心肌肉 是被逆額關節抑制的 那阿明是來教大家找 逆額關節怎麼貼 首先 我們到了他那個牙關的側面 貼著 請他 啊啊啊啊 合起來 咬緊 啊啊啊啊 咬緊 一直會有一個骨頭的珠珠 凸出來的地方 就是逆額關節 我們呢 要檢測在哪一邊 其實有點麻煩 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全都要 我們就剪兩塊肌貼 左右都各貼一塊 就非常像那個 氣龍珠裡面的一個腳子 那這個時候呢 也可以協助去啟動 左缺失的核心肌肉 一個健康的腹肌呢 要能夠在腳抬起來的時候 能夠把膝蓋壓在床上 所以我們呢 請他兩腳併在一起 那腳抬到30度就好 來 腳抬起來 抬 好 放下 再抬 可以請他重複 好 再放下 再抬 你的腰是不是離開床了 有 腰如果已經離開床了 代表說 你的腹肌壓不住你的軀幹 代表腹磁肌負人肌也有無力的情形 那這時候一樣 我們再加上用束帶的方式 再腳抬起來 抬 好 放下 又比較能貼住嗎 好 就比較能貼住 當然他的腹肌的 按鈕 生成核心 可能是在上述講的任何一個地方 這邊回答一些網友的提問 那請問 是不是腰大肌 它就是最常被肚臍所抑制 腹植肌 腹痕肌就最容易被頭所影響呢 它有沒有一個一對一的關係呢 其實是沒有的 您的核心肌肉被抑制 有可能是被任何一個生成核心 所影響 所以他們之間 並沒有一對一的關係 還是遇到狀況時 我們要從頭檢測一下 看看屬於你的按鈕是哪一顆 好 下課啦 阿民是分享這些方法 主要是希望可以幫到一些運動上 遇到瓶頸的朋友們 希望可以提供一些不一樣的看法來協助 那當然 如果說用這些方法 仍然是有可能是患不行你 所缺失的那個核心肌肉 如果遇到這個情形 阿民是建議你要尋求 有受過這方面訓練的醫師 治療師 以及專業教練的協助 畢竟也很難有一招可以通殺的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請你按讚訂閱加分享 以及 登登登 登登登 好 以及登登登 小鈴鐺 歡迎各位在使用這些方法時的體驗 可以留在底下的留言 阿民是非常重視您的留言哦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 三個月到此 走 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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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